小心点 妈妈 爸爸肯定想不到 妈妈抓的是笨特务 他知道 妈妈出差了 今天一定会早回家 给毛毛做饭 妈妈今天碰着牛壮壮叔叔了 牛叔叔说 爸爸今天晚上 有可能要执行任务 可能不能回家了 是吗 那也不一定啊 万一爸爸今天执行的任务 也是去抓一个笨头 对呀 洗手机 爸爸回来啦 毛毛 李阿姨 我还以为是我爸爸呢 毛毛 不用担心 阿姨刚才去部队看过了 爸爸只是犯了个小错误 手脚说了 明天他就能回来了 你呢 我现在把钱弄了 就给你帮他 搅担了 你帮我 在这里 我还没变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走了啊 再见 再见 妈妈 今天你阿姨怎么了 吃饭 吃 吃饭 我来吃饭 等一下 我想再看他一眼 这梅花真是看你干什么 放开我 放开我 你们俩都出去吧 这人都死了 你们看不看呢 那还有什么用呢 那我说啊 你们还真敢在这儿陪他们过夜呢 要不这样 你们来替我这夜班 诈尸啊 那可是真格的诈尸啊 也是的 妈妈 他是谁呀 妈妈 你怎么醒了 妈妈 你跟他做噩梦了 我听见你叫了 你以前从来不做噩梦 只有爸爸才会做噩梦 妈妈 你跟他说的他是谁呀 妈妈 妈妈 假如 每一次出现奇怪的事情 都有同一个人在场 那这个人 是怎么回事 那 这个人就是能出奇怪事的坏人 对 陈猫猫 到 妈妈有紧急任务要出去一下 妈妈命令你一个人在家睡觉 是 不许害怕 当然 喂 喂 我有枪 真乖 妈妈 你别忘了 你答应我的礼物 当然不会忘了 等猫猫过生日的时候啊 妈妈一定送猫猫一支新枪 那妈妈就直线照顾去吧 妈妈绝对坚强 绝对应该 绝对不会害怕 我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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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吗 有人吗 老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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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 我是公安局的 你 你 你怎么给我回来的 我 我回来看看你 我 戏演得真好 装得真像 那天把我给骗了 今天又把女公安给骗了 我知道你是谁 你不是说 我是无名的鬼吗 你是黑头Q 我也是祖罪的人 城管 刚才那个女公安一定是发现我有问题了 咱们俩快走吧 知道我的代号吗 你的级别不低啊 让长官见笑了 我能留下来不容易 成天跟死人打交道 整整十年了 十年 十年的确不容易 谁怎么进来了 好 您误会 我是公安局的 我叫石云 我要找你领导 是这么回事啊 不过 我们还是很奇怪 石云同志是怎么进来的 停尸房离间区还有一段距离 而且也没有战事站岗 你们的巡业灯 是每隔几分钟才会巡查一次 我上一次来调查停尸房的时候 就已经发现了 石云同志不愧是优秀的侦察员吧 虽然是停尸房 但毕竟是我们监狱的停尸房 石云同志自己进来 我们都不知道 这恐怕有点不太合适吧 今后一定要加强管理 千万不能让特务有机可蹭 是 是 小林 你去 调一下管停尸房老秦的档案 是 小张 看看今天晚谁后的巡逻 是 一定要提高警惕 走吧 既然石云同志对我们有怀疑 那我们就一起去看看 谢谢 老秦啊 老秦 行一行 把衣服穿好 穿好衣服啊 有女同志 老秦 这老头啊 平时就爱喝点酒 你看 喝完了以后睡得真死 老秦 行一行 我去监狱讲 怎么了监局长 马上封锁街医 抓凶手 是 监局长 真像石云同志估计的那样 老秦头以前确实是在第一医院的停尸房工作 他是五一年调过来的 怎么会呢 怎么可能 站住 你要去哪儿 石云同志 我再去停尸房 勘查一下现场 不必了 等天亮以后 我和丁局长通过话再说吧 您什么意思啊 你现在哪儿都不能去 您是要逮捕我 我没有逮捕人的权利 Zahlen 你明明有逮捕的景气 您的逮捕你 您的逮捕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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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老酒鬼啊 我记得他 怎么他死了 黄先生知道您不会轻易承认的 但他说 不会是别人 那他还不来谢谢我 老酒鬼已经暴露了 留着不仅没用 还会有大麻烦 我在帮你们解决麻烦 你不该杀了他 我说了 我在帮你们解决麻烦 黄先生利用一张破图纸 把谷仲儒等一伙人都卖给了共产党 不也是为了组织的安全吗 难道您好 老公 无论 对 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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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总是得第一 夏小六同志 你脑子好使 全团的侦察技能比赛 你禁锅强死 夏小六同志 是 我是你的入当介绍人 再过两个月 你的预备期交马 现在我以个人的名义 追认你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个人的名义不算说的 组织上会考虑 追认你为正式党员的 李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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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长 您打算把我靠到什么时候啊 一直靠到你掌进行为止 局长 您明明知道监狱内部有问题 我刚刚离开停尸房 那个姓秦的老头又死了 这更说明监狱内部有问题 您不查他们反而要把我靠起来 你这么聪明的人 怎么提出这么愚蠢的问题 我不靠你 人家监狱干嘛 正是因为监狱有问题 我们这么做才能麻痹敌人 可是监狱里昨天晚上 值夜班的几个同志和监狱长 都可以排除嫌疑 你再想一想 昨天晚上 你离开停尸房以后 路上有没有见过什么人 没有 从离开停尸房 到又回到停尸房 中间用了多长时间 最多二十分钟 监狱里边几个嫌疑最大的人 昨天晚上都在我们的掌控之中 世云 我不得不怀疑 杀死老秦头的凶手 是你给带进监狱的 没有这种可能 我是从家直接到监狱的 世云同志 你是个老侦察员 侦察员就要怀疑所有可能发生的事情 你敢断定 你从家到监狱就没有人跟踪你吗 报告 进来 局长 这是我们刚刚截获的敌人的电报 你看看 鉴于黄先生在爆炸中殉国 升任黑桃Q为广州行动组总指挥 黑桃Q 您不是已经跟我上面联系上了吗 怎么还来逛过我这儿啊 谁是你的上面 您明知不问吧 下午三点 城西铁桥 我去不了 这大白天的 我怕我要是被公安盯上了 对您不理不时 您有什么事您就在这吩咐吧 我再说一遍 下午三点 城西铁桥 你必须去 我有事让你干 干好了 我升任你为 广州行动组的副总指挥 让那些上班的人 都听你的 真的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需要仔细分析才能猜得出来敌人要干什么 可这一封电报不仅内容写得清清楚楚 而且连名字和代号都没有任何避讳 难道敌人猜不出我们有可能会截获他们的电报吗 你的意思是说 敌人这封电报是专门发给我们看的 对 谷仲如不可能是黄先生 爆炸现场的两具尸体更不可能是黄先生 这说明我们的老对手黄先生还活着 他是想借助爆炸案长期地潜伏下去 那天二一七号也出现了 爆炸案是敌人安排好的局 而且局中有局 局长 我要求再去勘查一下爆炸现场 不行 为什么 你看你手上带的什么 你刚刚犯了错误 我给你的处罚是停止反省 这个时候您让我停止反省 您让我反省到什么时候 就找小高把手套打开 再等等 回家去反省 趁机好好休息几天 局长我不需要休息的 执行命令 把枪也交出来 再写一份检查 你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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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Jurgen 那个视频 ened 干什么 字幕 Do 没办法 坐下 ك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在的那家医院 隶属新加坡最大的医科大学 我就在那儿学了医 然后拿到了毕业证 我的名字女选方 是我老师给我起的 你的故事很传奇 真的 陈亮 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 我觉得似曾像是 后来我见到毛毛 我有种特别奇怪的感觉 我从来没有这么喜欢过一个小孩子 而且 我从来没有一离开她 我就想念她 我长得那么像刘梅 难道 我没有可能我就是刘梅吗 或者刘梅根本就没有死 这不可能 刘梅确实死了 她没有可能再活过来吗 你是学医的 你说吗 医生的判断可能是错的 你不需要用这种方法来安慰我 当时时运还有很多战友 都亲眼看见刘梅如同归团 一个人死了 怎么可能也活过来 其实 你是不是倪雪芳无所谓 你是不是刘梅也无所谓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不明白 刘梅是我曾经那个记忆 本来我已经把这个记忆封存了 但是你出现了 因为你长得太像刘梅 所以我时常地把你 就当成刘梅 当然你不可能是刘梅 可是你和刘梅一样 都能给我一种 永远难忘的感觉 如果你愿意 把自己当成刘梅 我 很亮 acles啦 大鸣 你又来接我了 别忘了 太 much了 妈妈明天还来接你 妈妈明天也不用抓特务吗 特务 特务都被妈妈抓光了 最近不用再抓了 走 快点回来啊 好 快点回来啊 快点回来啊 回来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什么时候承认她是敏医生了 你什么意思啊 什么什么意思啊 她是不是已经承认自己是刘梅了 没 没有 那你们刚才 我现在完全同意你以前的观点 梅雪峰不是刘梅 陈亮 怎么回事 到底发生什么了 我都快不认识你了 我告诉你 我现在几乎可以确定 没有 蜜雪峰就是刘梅 你怎么确定 当年第一医院停尸房管理员 接收刘梅尸体的就是她 她现在在第二监狱看停尸房 我前两天和你说的 那个装神弄鬼的二一七号 就是在她看管的停尸房里死而复生的 我现在怀疑你 六年前 六年前 刘梅可能根本就没有死 是这个管理员做了手脚 让她又活了过来 这怎么可能 刘梅已经入土为安了 入土了懂吗 那就不可能 要人在我们离开之后 把她再搬出来吗 好